差点被垫死 嗯 还那么严重吗 客户说他在擦墙的时候碰到了油烟机 然后就被垫了 垫得浑身颤抖 被垫了两次 啊有把我过来 是这手又过了一下 两个手就交叉了过来 咱就这个油烟机你看是吧 你看在这 这就是我一拿 搭在这就在上面 垫搭在这 搭在这上面 搭在这上面加上的 我怎么进那一天 搭在这上面 搭在这上面 骨子打个窟窿 搭在这不是今天的啊 这都一天搭着 对 可是厉害 200多幅 做这碗壳 你可能一个手摸着这个 对 一个手摸着这个 一个手摸碰到它了 之间形成一个回路 对 哇 200多幅 这个是漏电 是哪个楼间 是这个设备楼间 有可能是 我去测一下吧 拔了以后 拔了以后 我看地线 哇 不是 你这个地线带电呢 地线200多幅 地线2202 先开配电箱吧 二边都是可少见了 这里边 确实打开吧 嗯 我得进去 有露点保护器啊 厨房的 好使啊 拉着以后 哦 那么呢 我不是都碰线 那我就是碰着这个了 哎 拉了以后 地线还带 我我地线设定电啊 先不管 先不管 哎 拉了总达这个线还带2202 这谁要往地线上放电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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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危险 这个很危险 电都拉了还带电 也就是说这个电还会电你 电都拉了外壳还带电 这也不是你家造成的呀 那就去楼下配点箱看一下 这是原来的电是聚电的 我楼的线 啊 这原来的配点箱里边还有线吗 还管用吗 线好像是不用了 我得我得打开看一下这个 它的接上了 地线呢 哦 地线都在这 这里还有地线 这里没电呢 这里这个地线没电呀 没一下呢 这地线没问题 应该说楼上的零线火线地线 都是从这接出去的 一家一户 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测就没问题呢 还得去楼下总电箱看一下 哪个 这个呀 这个可以 这个线 打开了 这后来改的呀 就是后来这胡桃线上去的 这个是零线是吧 红色应该是火线 你看 现在黑色是火线 反了 反了也不影响 那是 那是为啥呢 找到他们家的总杂 拉掉这个总杂 拉掉总杂以后 再上楼上看一看 看看地线还带不带电 昨天拉了以后 这种根是得楼下是不是 不是总会楼下 这种现象就是 人家火线是对地漏电的 所以我想测一下火线与地线 看是不是漏电的 测火线与地线 测量之前先验一下电 确保拉的一定的对 测的零线带150多伏的感应电 这个是感应电 应该是感应电 火线也带100多伏 这是感应电 测一下火线与地线 是不漏电的 好神奇呀 火与地还不漏电 走地线 这个主地线应该是从下边 那个总接头那个地方接上来的 这种情况 我是怀疑火线和地线漏电 导致的地线带电 但是在哪个地方漏的呢 这啥意思 这不是两根地线呢 两根地线是啥意思 大哥你去送上电吧 楼下送上电 先去送上电 把电送上 好了电送上来了 火线220 嗯 地线好了没了 怎么又好了呢 嗯 我现在拽出来怎么又好了呢 刚才又为啥不好 现在又为啥又好了呢 那边里边又没电 那正常呀 嗯 正常呀 220 电汤箱 你现在好了 刚才为啥就不好了 刚才我碰到哪了 刚才我就是把这个线 这个地线从里边拽出来 然后就好了 没那么神奇啊 那我刚才把总招拉到他有 那是主线有问题 那主线 我刚才动过的地方 一个是中间的这个老培电箱 再看一遍 再测一下 这里就是一些街头 新线和老线之间的街头 还得去楼下看一下 但是电是下载的 哦电是拉来的 那拉了他还得感应电呢 咱们还有一个另一个多里 咱们还有一个另一个多 这又有坏的呢 现在老大带赶一点 先不用管 起来乖了 上去 不用换 我这想也没动 哪里也没动 为什么打开这个箱子 以后一测地线都是好的 就开了个门 就开了个门 别的啥也没动 莫名其妙 那个电就没了 他那个电是 好像是火线碰到地线了 这个地线是接配电箱外壳的 如果这个配电箱 破皮的地方会导致这种现象 火线破皮会导致这种现象 我真是个天才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这个是你家的线 这个有问题吗 我都看一两号套 就是碰的这个埋怨层 这个埋怨层打出点脸 现在送我现在是100多伏的感应链 好马上变202了 拉掉 就是你家的线 这个线破皮了 这个线这个线这个没包好 碰到了门子 房主说以前楼下跳过种扎 那也是这个原因 线头包的都露铜丝 两个线头都露 这个是火线的线头 这个和煤都碰在了一起 导致地线带电 当时估计这几户都带电 这个故障真没想到是一个线头导致的 这样把线头包好 把它往里放 这样这个故障就解决了 它的主线虽然是接反的 但是家里的电路接的是对的 这个不用动 因为电人 房主换了洗衣机 再准备换油烟机 这一修好这个油烟机也不用换了 好了 维修完成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